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这个就是玫瑰牵纸鹤 它的基础上左右两侧插上了一些翅膀 剪开的翅膀 最后形成这个样子 等一下教学视频我们先学一下这个翅膀的做法 最后我再加上之前录制过的玫瑰牵纸鹤的详细的视频教程 它的翅膀可以加上不同形状的 可以自己多尝试加一些不同形状的翅膀 就成了这个样子 如果你感觉玫瑰纸鹤比较难的话 你也可以折一个简单的普通纸鹤 然后给它插上翅膀 只不过中间没有玫瑰 下面我们来学习一下它的折法 首先给大家展示一款折纸作品 折纸小兔子 想学更多折纸的话 关注一下我的微信公众账号 看一下这些翅膀是插上去的 你可以找一些纸 宽度大概等于这个宽度 也可以更宽一些 然后画一下翅膀的轮廓 大概的画一下 翅膀的样子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画一下 你可以画出不同形状的样子 好 这是一种 然后我接下来会演示另一种 我们需要剪四个左右插上两片 这样一种熊风鹤就完成了 然后我们再 我再演示一下其他的另外一种翅膀的方法 你可以把它画得更僵一些 剪四张 也可以多左右多加几张 剪四张左右各两张 你可以左右各三张 试一下效果 像这种 更分散一些 上面更分开一些 好 翅膀就演示到这里 下面我们来学习一下 这个玫瑰纸盒的 它的详细的教学视频 首先找一张正方形的纸 把上下边对折 再次对折 再次对折 然后展开 把下面的边折向这条热涵 再次把下面的边折向这条热涵 再次把下面的边折向这条热涵 全部展开 全部展开 旋转一下 这一边用同样的方法操作 首先把上下边对折 再次对折 再次对折 展开一下 把下面的边折向这条热涵 再次把下面的边折向这条热涵 全部展开 把两个角对着 我们看中间这个小正方形 为了观看方便 我把它画出来一下 中间的这个小正方形 把这个小正方形 下面的角折向上面的角 展开一下 全部展开 把另外两个角对折 用同样的方法操作 找到中间的小正方形 找到中间的小正方形 把它画出来一下 把这个小正方形 把这个小正方形 下面的角折向上面的角 然后展开一下 然后展开一下 然后把左右两个角 然后把左右两个角对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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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们看最下边那个小角 然后我们看最下边那个小角 正方形的折 看这个小正方形 把下面的角折向上面的角 让我们看这块 如果再来一次 你反正的角折向上 我看对我们是有的 这个小军 能跟我们做什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把这个边顺势压向右边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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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这两条折痕捏出来 紧挨着这两条折痕的下面的折痕 也把它捏一下 使它形成立体的样子 接下来其他的部分用同样的方法操作 旋转一下 我们找这里 首先找出两条折痕 经过中心点的这条折痕 经过中心点的这条折痕 为了观看方便 我把它画出来一下 然后是经过这条边紧挨着下面这条折痕 把这两条折痕 把这两条折痕捏起来 使它呈现立体的形状 同时把这里撑开 然后这两条折痕 下面的折痕也把它捏一下 使它凹进去 呈现立体的形状 这个部分是平的 旋转一下 剩下的部分同样操作 首先找出两条折痕 经过中心点的这条折痕 还有这条边 下面紧挨着这条折痕 把这两条折痕捏出来一下 同时把这里撑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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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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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展开 同样把下面的边折向左边这条对脚线 然后展开看一下 沿刚才的折痕往里折 同时沿经过中心点的这条线 把它往里捏一下 大概形成这个样子 一会儿我们再调整 一会儿我们再调整 继续折下一个 把这两层纸粘到一起 把下面的边折向这条对脚线 把下面的边折向这条对脚线 然后按照折 然后按照折韩把它往里折 同时沿经过交叉点的这条线 把它折一下 继续折下一个 把这两层纸粘到一起 把下面的边折向这条对脚线 然后把下面的边折向左侧这条对脚线 按刚才的折韩把它往里折 同时沿交叉点的这条线 把它往里折一下 好 接下来按照刚才的折韩把它往里折拢 先回来按照 然后将我们高兴 适合加丧 再加上鸡毛 最后我还会给我们一拥几 这条线 现在我们使用鸡毛 大概形成这个样子 然后旋转一下 我们要把两个角折上去 先把这个角往上折 然后后面那个角也往上折 翻到背面 这个角也往上折 先形成这个样子 我们看侧面 沿着条线把它往里凹进去 这边也一样 沿着条线使它凹进去 大概先形成这个样子 然后把下面两侧的边往中心线折 把这个边往里折 然后这边也一样 把外侧的边往里折 现在就要把这个边往里折 然后再放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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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放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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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翻到背面 这边也一样 下面两侧的边往里折 再来一边 接下来把这个角翻折到上面去 我们这样看 把这个角向上翻折 然后这个角也一样 这个角也一样 把它放着到上面去 我们看这一面 捏住两段的部分 把它折到上面去 然后折一下小鸟的头部 然后折出一下小鸟的头部 把这里撑开一下 向下翻折 然后把两个翅膀向外撑开一下 用手调节一下 这样一支玫瑰牵纸盒就完成了 最后你还可以做一些细节的调整 看它的嘴部 把这里撑开一下 向上折一下 然后再向下折一下 再把它对折 形成这样 你还可以改变一下 你还可以改变一下尾部的形容 把这里撑开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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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尾部弯曲一下 形成这样 形成这样 好 请添加朋友中搜索折制王子就能找到我的账号 还可以在这个视频的末尾 扫一下二维码进行关注 你也可以在百度搜索折制王子博客 找到我的个人网站 到里面去查看更多的折制视频 好 这段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击视频下面的订阅按钮 欢迎订阅折制王子 我们下期再见